看见台湾纪录片 花了三年的时间拍摄 总计累计了400小时的直升机飞行时数 以空拍壮阔鸟看的视角 带领大家以从未见过的角度与姿态 看见台湾 让我们跟着齐柏林导演 一起看见台湾的千姿百态 他的美丽与伤痕 首先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祈导能够到现场来 跟我们大家面对面来分享 首先是不是可以请您来谈谈 您的起心动念 其实跟我过去一直从事空中摄影 有很大的关系 我过去在从事空中摄影的过程中 其实有一句话可以这么形容 就是很多人都说 他是当了爸爸之后 才学做爸爸的 那我是从飞上天际之后 才开始认识我们自己的土地 认识我们自己的家园 这个过程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因为我从空中看到台湾的美丽壮阔 其实你会觉得很骄傲 可是你知道我现在这些年来 我为了要拍摄台湾的美景 要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才能够看到美丽的景色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美丽越来越难得一见了 因为我从空中浮湿看下去的 大部分的反而是不美丽的景象 所以在美丽的背后 有的时候甚至是伤痕累累 这些伤痕来自于什么地方 除了天然灾害之外 很多是来自于我们人 所造成的一些环境的破坏 但是呢我透过很多方式 去演讲出书 然后去告诉大家 台湾需要被爱 台湾需要被呵护 可是呢大部分的人都 对台湾的环境是很陌生 很冷漠的 那我当然会先检讨 是不是我自己讲话的口条不好 或是我拍的照片 没有办法吸引人 那当我每次受到这样的 就是自己觉得有点挫折的时候 我就想要换一种方式 是不是可以吸引大家 来关心我们的土地 因此呢我就想要用 拍一个纪录片的方式 拍个电影的方式来呈现 我就用影片的方式 直接的呈现出来 这是我一开始的想法 我是看见台湾空拍纪录片的导演 齐柏玲 我想台湾对大家来讲 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 都是我们成长的生活的一个环境 可是你们绝对不曾用这样的视野 这样的高度来看待我们的土地 这种感受 因为大家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很乐意扮演大家的眼睛 我之所以迷恋上空空摄影 说真的就是 透过我的不同高度的视野 我跟我们的土地 产生了一个情感的连结 我非常非常的爱台湾 所以我就想把我对土地的情感 透过这样的影片 来忠实地呈现台湾土地真实的样貌 当这个念头在我心里面 萌芽资争的时候 我就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想要去筹款来购置这套设备 因为在台湾的天气里面 你很难没有一个 购置在台湾的设备里面 可以好好地记录台湾 到阳明山里空拍 这部片子最大的目的 就是要让大家能够看见台湾 认识台湾 疼惜我们的台湾 我在空空飞行的时候 看到的各式各样的地貌 美丽的 感动的 开发的 建设的 甚至是天然灾害的 都能够通过这部电影 看见台湾 完整的来发表给大家看 相信你们看到了它 你们才能够为我们的土地 付出更多的关赖 我们希望能够在户外 办一个大型的发表会 邀请上千的朋友 一起在户外 来透过投影的方式 来看见台湾这部电影 我很希望透过群众 参与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共同的来看见台湾 原来过去我们的高度不够 所以我们没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台湾 但是呢 我慢慢慢慢的 我了解到了 您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beyond beauty 是在美丽的背后 这才是你要告诉我们的故事 有温暖的人情 有在这个土地上面 人的一个奋斗血汗 可是呢 还看到了 也因为要积极的追求 经济的发展 我们付出的代价 这部片子真的只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真实的 在记录我们土地的一个纪录片 这个片子里面 没有过多的控诉 也没有渲染 就是完全忠实的 把我看到的景色 然后呈现出来 那整部片子 最大的那个期许 是希望大家看到这样的 我们现在环境的 各式各样的问题之后 希望大家可以改变我们一种 生活的方式跟态度 因为我们过去在土地上 强取豪夺 要的太多了 然后造成我们土地上 很多是不可挽回的一些伤害 那这部片子是希望提醒大家 能够从自己做起 然后选择一种 对待土地的一种态度跟方式 看过的影片 就完全可以理解 祈祷的用心 因为让我记忆很深刻的 比如说我们在高山的 过度开发土地 我们在因为 我们想要吃高山蔬菜 觉得它特别清脆 所以在高山上呢 就无止境地 一直往更高的山 去开辟土地来种菜了 还有比如说清晋农场 是大家都知道很多民宿 大家都为了要求 那里的美景的住了民宿 所以民宿都一间一间的开 你们知道全世界的那种 各种国家的那种 风格的民宿的房子 全部都在清晋可以看得见 然后像城堡 还非常梦幻 它满足了我们都市人的 那种对居住的想象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住在公寓里面 甚至有的时候 还要住在铁皮屋里面 那你到了清晋去以后 你会看到哇城堡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让整个清晋上面 充满了将近四百间 违法的民宿 可是你在看一间一间的房子的时候 你只看到它的美丽 可是我从空中来看的时候 它却是一个美丽 变成丑陋的一个过程 就是体无完肤 然后残破不堪 你们知道 就是我常常在新闻上面 看到很多国外的游客 现在大陆游客都要想办法都要上阿里山 因为高三清那首歌告诉他们说 阿里山有的姑娘美如水 可是阿里山那条公路呢 真的是柔长寸断 然后潜藏了非常多的危险 祈导提到了阿里山 有一幕呢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驻山的观日坪 是我们呢去阿里山看日出 一定到的景点 那您的这个直升机拍摄的 看到了那个观日坪 那么直升机在一转呢 到了山的另一边呢 竟然是像一个苹果被咬了一大口一样 有大片的山体 就这样整个坍塌了下来 那时候我就会警觉到 那观日坪安全吗 如果再有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撼动的话 可能就危险了 而人们呢在享乐的时候 他却不知道危险将至 观日坪现在已经 已经那个管制了 已经不能去看了 因为他那片崩塌实在太大了 那片大崩塌到了什么地方去 你们知道吗 就到了南投县信义乡的神木村 童福村里面去了 就是所以我们过去常常 在每次天然灾害的时候 就发现到说 南投信义乡经常会发生土石流 其实都是从高山上下来的 您的镜头真的是 最强而有力的一种控诉 因为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呢 我想起了正业商人 他经常讲的就是三界如火宅啊 就是说这个整个的人世间呢 就像是一个已经火烧了大房子了 可是在房子的一角呢 还在玩耍的人们呢 可能都不知道另外一边已经起火了 不知道危险将至了 我觉得台湾的山里面是不能住人的 不能有一些开发的现象 因为台湾的山林太脆弱了 我在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过后 第一个可以允许飞行的天气 都还在下着雨 我就飞进去了 我进到里面去的时候 我看到的景象 其实就是像世界末日的感觉 从921地震之后 每一次发生的天然灾害 我都没有错过 我都去记录它 可是跟莫拉克这次的灾害来比较 过去的 不管是敏都立台风 或是陶芝台风 爱立台风 所发生的局部的土石崩摊 那真的是微不足道 莫拉克台风所造成的伤害 是大片大片的 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我从阿里山 飞到高雄 飞到台东 其实那残破的景象 你会觉得 那是一个毁天灭地的一个天然灾害 您刚刚是用毁天灭地 来形容莫拉克风灾之后 您飞到了小林村上空 看到的一个景象 是什么原因让您促成的 一定要完成这部纪录片 我过去 我在2008年的时候 想要拍一个 就是电影或纪录片 然后介绍台湾 讲述台湾土地故事 当年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在想法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理解 我在讲什么 就算 就算可以理解 我想要拍的影像 他们也告诉我说 是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 有一部电影 全部都是在直升机上面 飞来飞去 然后就可以讲一个故事 那 2009年的时候 我在没有得到 任何资源的情况下 大家不看好的情况之下 我就想说 我自己先试看看 我就从国外 租用了一个空拍摄影的设备 然后进来台湾 然后拍了一个 六分钟的短片 花了三十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然后花了大概我所有的积蓄 大概三百万 就拍了一个六分钟的影片 那这六分钟的影片 就是去给很多人看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我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纪录片的拍摄 那当时我们四处碰壁 那我想这样耗下去是不行的 那我就那时候 透过很间接的关系 认识了侯小贤的导演 我就把我的影片 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其实侯导演 他非常有那种 侠客的那种个性 你知道 就是要挺我的意思 就是说 好那我的名字随便你用 你就挂监制 都可以 帮助我去争取资源的时候 可以用到他的名气 那其实我们不敢乱用他的名气 我们都是真正是 必须要建造董事长的时候 建造企业的 真的是大老板的时候 我们才 在我们的Portpoint上面写说 监制是侯小贤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让大家可以比较信任我们 要来做这样的片子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因为侯小贤导演 当我们监制之后 我们陆陆续续 得到几个大企业的支持跟赞助 尤其是像那个 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的 郑董事长 他是非常关心环境教育的一个企业家 然后他又给了我们第一笔的支持 那陆续在拍摄的过程中 陆陆续续我们又寻找到一些资源 那才能够到今天 能够完成这部作品 其实呢 我们持续人常常要回去花莲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坐这个火车 那一边是太平洋 一边是中央山脉 我们看到中央山脉 有些地方也坍塌的非常严重啊 结果您的镜头带我们看到了 是为什么原因呢 我们刚刚讲到了土石流啊 崩滩啊都在西半部嘛 对不对 那大家觉得你到了花莲到台东 总是好山好水 应该就漂亮了嘛 对不对 可是我跟各位分享我的经验 当我要从南边到太平洋的时候 是到台东嘛 那台东整个海岸线 完全是水泥化的海岸 因为我们需要有交通建设 需要公路需要铁路 那因为它激临太平洋 它地质非常脆弱 所以我们整个海岸线啊 密密麻麻都是 什么水泥小泊块 好 那我从宜兰到花莲 总该漂亮了吧 可是各位 你们常常如果回去花莲的话 你们如果走那苏花公路的话 你们应该会知道 从苏澳到东澳到南澳 到了花莲的河人 到了河平到崇德 就是太鲁格国安公园的大门口 你都会看到非常量体 非常大的什么东西 工厂 这些工厂都是什么 都是烧制水泥的工厂 那水泥矿在哪里 全部都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山顶上面 其实我就想一想 就是很讽刺的 就是说我们在山上 把整个山林砍掉了 大量挖水泥矿 然后烧制成水泥产品 然后变成水泥制品 再抛到我们的小破块 抛到保护我们的海岸线 你会不会觉得是一种 很讽刺的一种行为 我会切到你跟我们分享的这么多 这些残破的景象背后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因为人为的 当你透过了镜头看到的时候 你是心疼呢 还是气愤呢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情绪呢 都有耶 就是我看到那种美丽的那种 自然的那种景观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非常幸运 就像鸟就像云一样 然后各位就没有办法希望那么幸运 我就会沾沾自喜 这个台湾最美丽的景象 在我镜头里面呈现 但是你看到它 它不好的那一面 它受伤的那一面 有的时候是恐惧耶 但是我这么 看这么多下来以后 我觉得我要用一种比较宽大的那种 那种胸襟来看待在山上从事破坏的这些人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后来也突然就理解说 这些人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生活生机在打拼啊 只是他 他生活的地方不太对 那反而因为他们在那样的环境工作 让我觉得他们很危险 如果说莫拉克的那种强降雨 不是降在原始森林 而是降在有人围 有人住的地方 这些在出海口的漂流木 就换成是这些人了 你知道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后来这部电影 我其实想要告诉他们 就是说 不要在那么危险的地方工作了 应该要离开山林 您刚刚谈到了 用一种宽容的心来看待这一切 就让我想到了 您影片中的 那个很有力量的那些大脚印 我想在您谈之前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影片 这是一个跟土地一种 很连结的那种情感的表现 因为我从空中上飞来飞去 最后还是要 双脚踩在我们的土地上面 一个长档案60米的一个图形 要在田地里面做放样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经验 然后玉体交通所呢 它的成本人员 他们就去请教了 一些曾经做过 类似图案的有经验的人 后来我们决定是用 麦点圈的方式 就是在稻子快要成熟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图案 放样放上去 然后把稻子割掉 所以就在来 就找一個 我去锻炼 所以就找一个 我去锻炼 當我們這個大角力鱼鱼割完了之後 馬上面臨到有時間的壓力 因為我們知道沒飲料來了 然後呢就想趕快趁著好天氣趕快拍起來 而且我們出發的那一天呢 藍天白雲天氣非常非常好 結果我們割到東部去以後就開始下大雨下大雨 下到整個台灣地區都沒雨成災 那是心情是非常非常沮喪的 因為我們看到下雨 鏡頭會蒸到雨水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拍攝的 所以我們在那個地方等了七八天的時間 都沒有辦法展開飛行拍攝 那我們想要問一下現在這個雨啊 大概什麼時候會停 或者是今天有沒有機會停這樣子 以雨比較早如果不要下雨的話 今天有沒有機會還是明天有沒有機會 機會不大 最後雨會一直下 是 在那段漫長等待的期間呢 每天晚上睡覺前 就是祈禱的天氣 會有好天氣 可是呢 一個晚上都睡不好 因為夜裡面聽到的都是 滴滴答答的落雨聲 然後早上起來 一而如此 整個心情半到獨底 每天早上 四點半起床 五點半出門 就被弄到平起點待祕 就這樣耗時間 在那段期間 我們附近的廟宇 偷偷都去拜拜 去祈求 參照教堂 去禱告 但是這樣下雨下的這種跡象 事實上 一點都沒有減緩的意思 當時心情是非常非常沮喪的 那我就 跟著我們的一些 工作人員 就到田裡面去看一看 因為雨下得太大了 那我想既然沒有辦法拍攝的話 總是要去跟他們說 聲再見打個招呼嘛 結果我下到田裡面的 第一步踏下去的時候 我竟然就 摔了一大跤 我的那個額頭呢 整個就 撞在那田梗上面 全身非常濕路又狼狽 那時候我心情是想說 可能真的是 要放棄這次拍攝了 因為整個雨室的狀況 是沒有停歇的跡象 後來我就回到旅社去 喚醒我的這個 一生的泥泥 那在我剛洗完衣服的時候 我發覺到 空氣一間的濕度有點改變 有點乾乾的 然後有點暖暖的那種感覺 那時候我就下定決心 就把所有的人全部 都叫回來集合 就到瑞瑞裡面帶了 這個大小印在電影的畫面裡面呈現的時候 不僅是一個新鮮花期的一個畫面 其實我覺得我很希望能夠讓大家腳踏實地的去看看我們台灣美麗的土地 那更重要的一個意涵是鼓勵大家相牽 勇敢相牽 都一起共同為創造台灣的美好的環境來努力 不過我們同樣的是影像工作者 剛剛看到您為了等天晴七八天那種煎熬 我也一樣的感動深受 這個大小印大概簡單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片稻田呢 是在花蓮的玉里鎮的春日裡 大家過去應該都大概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台灣美麗的稻田 譬如說台南的後壁也很漂亮 但是就空中來看 我自己最喜歡的一片稻田是在 剛剛我講的玉里鎮的春日裡 那邊有很完整的聚落 然後又有一個沒有道路沒有電線桿 從視覺上面來看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但是你們知道我們機場 飛機的機場的基地是在台中清泉岡 可是你拍攝的地方是在花蓮的玉里 它的直線距離是最近的 可是它的飛行距離是最遠的 因為我們飛機不能直接翻越過中央山脈 我們必須要到屏東台東繞到花蓮 要不然就是要從台北宜蘭繞到花蓮 那當時我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呢 全部的人都反對 就是因為它飛行成本很高 但是當我把我過去在空拍照片 把這個地方的地景拿出來給大家看的時候 每個人都舉雙手贊成說我去那個地方拍這個場景 那只是說當時運氣有一點點不太好 碰到梅雨 那個梅雨啊 嚇到真的是人心惶惶 我們早上啊就是出來等天氣 等到中午吃個便當 然後再繼續等 等到那個不能飛了又回去 連續七八天 後來就是真的很幸運 讓我們等到一個兩個小時的天氣 那兩個小時就是它雖然沒有陽光 但是不下雨了 不下雨我們就可以飛就可以拍 然後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那個大腳印 是九個大腳印 一個腳印六十公尺 然後一共有三十幾位地主農民來共同合作 你知道拍完以後他們看到畫面呈現的時候 他們農民很可愛的就跟我很計較 他說為什麼我的田裡面只有放一個大拇指 為什麼我田裡面只有放一個腳後根呢 那其實我當初我設計這圖案的時候 我是透過衛星影像 然後把它標出來 然後想透過鏡頭的設計 然後畫出來的 所以我並不知道誰的田裡面 放了什麼樣的地方 放了腳趾頭啊還是腳後根啊 對 不過你應該等了七八天 不知這個雨要下雨衣於湖底 那個心情除了煎熬 其實還肩負著經濟上面那個沉重壓力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祈禱 謝謝您 謝謝謝謝謝謝大家 其實看見台灣最主要的那個目的 是希望大家因為看見了 然後認識我們自己的家園 看見台灣認識台灣了解台灣 最後請大家跟著這部電影一起來 愛護台灣 感恩 guardians çocuk 身在今生中 Herr 我的信念充满箭